任何NFT这批金品是假货吗 有没有话跟消费者说 联某他等人透过网路直播的方式 来贩卖NFT区块链的商品 一共带回联险等试人到案 预计讯后之后会依刑法的诈欺 以及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 来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联千亿NFT设诈欺 卢州住处遭逮捕 警方查扣钻石名表全是假的 不管是GIA还是GRA 总之连千亿举居了 他因为涉嫌贩卖争议NFT商品 被民众提告诈欺洗钱 9月6号上午警方分别持居票 前往新北市卢州住处 三重等地带回连千亿等四人 目前一乍七最嫌 证讯中 在12月31号 我个人的NFT正式开卖 目前预购大概一张在 然后后来涨涨涨涨到 应该现在四万七四万吧 我的今天我的NFT股票 上市三个钟头不到 全部秒杀 全部秒杀没有半张的 后面可以换百拉斐利 也可以换赚借 也可以换导利 他不接受现金 都要用零件NFT来换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话 百拉斐利 别人亂想 他年轻的群组有多少人 两百多个人 然后这两百多个人 都没有一个人换到 都没有人换到 也没有人拿出这笔桌 没有人换到东西 那就等于你花了十二万 然后买了五张这一笔剧吗 而联千亿发行的NFT 先前就被YouTuber勾恶 爆料有诈骗嫌疑 双方当时你来我网 公开互竅 联千亿不只按铃提高勾恶 甚至仰言简面辩论 直播主mini蝶 五月也曾发文指控 联千亿的NFT一下架 所以我们的钱都不见了吗 但当时联千亿表示 一向NFT系统宣诉 等待回复即可重新上架 我都随时欢迎 可以来跟我辩论 小丑包括mini蝶都可以 你就听到在喇叭嘴 对不对 他有关过吗 我们有关过 他有关过吗 对不对 你也不见得蹲鼻我久 被关过不是很荣誉的事情 我还会再发NFT 还会再发 这个杨药福啊 因为他们这团队哦 操作不行 他们没有责任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他们把后面哦 在事情的圆滑度处理的 没到留下 没有信任 我们的认证 你就告诉我 要不要看你怎么样都可以 所以咧 我要准备 再找新的代操的团队 再发第二波NFT 有些人没有十张二十张 没有办法换到钻石跟手表 没关系 他要买第一张的朋友 这一台 他再买第二张 免费期半年 刚好就好了 你们千亿你们就是在讲理的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